有 那我就是快速講一下 現在有看得到那個頁面嗎? 有,有看到 那我快速講一下 在GL 裡面做互動式網頁開發 之前比較流行的一個叫做 issue.jl 然後 issue.jl 它是 一個 像是general的網頁框架 那它能夠提供一些 那個 很多 或 UI的component 那這些UI component 就是可以 是functional的方式來使用 那剛才functional的話 那剛才有介紹過一些 等一下會看到說 issue的demo code裡面呢 這些組件是怎麼實際來 啟動起來的 那它有提供很多 那個 主件包括像那個 你可以在上面寫markdown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 call 那個tags的那種 算式 還有其他像tags menu之類的東西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剛才也有提到就是 reactive的那種 架構 工業架構 那issue呢 它的資料分心的 互動性也是透過reactive.jl 來實現 那等一下就是 也會稍微看一下 在裡面的這個 好 那issue呢它主要是 有五個大概面 第一個大概面 第一個大概面就是說 那它的ui的type ui呢是一些 immutable的 abstract type 然後這邊叫做tile 那tile呢會 到時候會再 render成那個 html裡面 m3的東西 那同時 第二點就是說呢 我在裡面的那些function呢 它可以收 那個tile當作 很多參數 然後呢 回傳一個新的tile 那這個tile呢 它是 因為第一點是說 它是immutable 所以這個 參數的那個tile 就不是 不會被 mothertile 就有點像呢 如果你有在寫 javascript的話 那 javascript也是 有很多的 函視 也是類似的形容 像array的 map 或array的review 之類的東西 那 issure呢 它的這些function呢 它也提供那種 cure read method 方式來 像 一些 dlm的一些屬性的 助理會更好看一點 那cure read的話 就是剛才那個 上一場那邊 有稍微提到這個名詞 然後還沒有做 比較深入的說明 那等一下也許會稍微講一下 然後 layout 意思點就是說 它的 layout的方式呢 是透過把 很多個tile 把它合併起來 那它主要是有兩道 一個是feedbox 它是 用feedbox 然後把一些tile 垂直的疊下來 或者是用hbox呢 把那些tile 把它那個水平的疊起來 那 第五點就是 我這邊的UI 是透過signal 來 做 來達到互動性的 那這個signal 就是依賴這個reactive 的package 那 現在 看一下 這我先看一下 那 issure 你在啟動的時候呢 你可以透過那個 它網站 網站上有兩種啟動方式 一種是你可以透過那個 sibarlink的方式 直接把那個 issure呢 是點到 放到那個 local的病裡 不好意思 放到你的那個 slash user local病 這邊的路徑下來 那你就可以透過 命令列 直接去 啟動issure 那 或者是說 你可以透過那個 或者是你可以透過 script的 方式 就是 在上面直接啟動 那個 UR 那些code 那 這邊包括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 julia的code裡面 就是 註明說你要啟動這個issure 那它寫法就是說 你先把issure的套件先加進來 然後呢你把 這個它的comingline的那個 那個 這個snippet 也是include的進來 然後呢你就有了issure underscore 然後serve 這個 這個 還是可以用 那你就起起來 到 你當前的那個 你想要啟動的那些code的那個目錄下 然後就放到那個code上面 那這邊的話就 簡單 簡單 這 show 一下 就是把這個 服務 提起來 那這服務提起來之後呢 它會吃 你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東西 那 預設是 它會吃那個index.jl的內容 那 那現在已經 listen 到5555的code 那看一下5555是什麼東西 嗯 等一下 好 剛才 剛才跑出來 就是 假設 就是你服務提起來之後呢 它會 你就可以在瀏覽器裡頭 連到localhost的那個code 好 那假設你沒有特別指定那個path的話 那它預設是會 相當於是去拿index.jl這個檔案 那這邊的話就是剛才看到的 內容 就是你可以 在 完全用juliaccode 完全用juliaccode 然後去寫出一些那個 很簡單的一些網站的內容 那 這邊 就是 稍微秀一些那個 比較基礎的一些原件內容 那 你這邊 這個例子是說那個 你可以直接透過 然後 有plan text的這個 函式呢 把你要的文字就是 呃 呃 呃 呈現出來 那 issure 它在開發 有個好 有個方便的地方是 它有支援那個 hard code 就是說你在上面那個 直接更新 然後存檔的話 它在這邊會即時顯示 那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 issure的那個 呃 code呢 你一定要有main這個function 然後同時你一定要吃window這個參數 這樣子 那 第一個例子就是 就是簡單的那個 plan text 那第二個例子呢 就是它也支援markdown語法 所以像 沒有 可能之前 只支援部分 就是像這樣子 有支援一點點那個markdown語法 就是你要透過那個 打md然後三個double code 然後結尾是三個double code 來使用它 來生成這個type 那第三個就是那個 它上面 你可以在上面就是 輸入那個 數學的符號 那語法就是text的那個語法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邊 你只要把那個text呢 放上來就可以了 超過這支 那這邊也是一樣 可以很自由的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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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更新 有人問說要先安裝lattest嗎 如果要用test的話 我自己在是 是沒有特別需要手動安裝 但我沒有注意說 它是不是有 自動去抓項目的 哦 它lattest其實有 寫稱package 對 應該是它自己會抓 嗯 那這個例子是說 你也可以在上面畫一些圖 那這個圖是什麼 呃 Ceer Pinsky的三角形 那是一個碎形的圖形 嗯 嗯 嗯 像這樣子 然後 這 前面秀的這些 那個 Ur圓鏡的都是 那個 Immutable的 Tile 欸 按錯了 哇 還是 先跳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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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先刷整一下 在等待的 這邊秀出來 這邊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透過 把你的Tile 注意右手邊這邊 這邊每一行都是一個Tile 你可以把你的Tile 丟到另一個盤式裡面 那它就會吐出另一個新的Tile下來 那你可以這樣子就是把 一個 元件你把它增添更多的樣式 那這邊的例子就是說 你先生成一個算式 然後你給它指定顏色 然後指定它的padding 指定padding 然後最後再給它一個背景顏色 然後呢 這邊透過Feedbox 來做一個垂直的Layout 這樣 然後像這邊這樣寫法就看起來很 很囉嗦 那你也可以就是用 One liner One liner就是一行的寫法這樣把它拼湊起來 但是這樣子看起來還是有點不太好看 那你可以就是透過那個Cureing的方式 讓這個Code看起來比較直覺好看 像這邊的話就是你第一個 這個 可能是傳回過來是 就回傳一個Function 然後再透過這個Operator 就是把這個回傳只能送到下一個Function的 參數以此類推 那所以你就看到說 這個很直覺的可以看到說 我先生成一個TiexType 然後呢 把它送到 然後把它做上顏色 然後再給它配定 然後再上配角色 轉遞 那這就是那個Function 看起來比較直覺的地方 那個我問一下 它那個 那個 有點像什麼 那個 有點像Pype的功能的東西 就是一條直線跟鍵桶 那個是哪個 哪一個Package 是 是Base的 等一下我馬上秀給你看 那個是Base的 等一下 哪邊可以搜尋 這裡 Apply the function to the preceding argument 這樣 OK OK 好 OK 然後 這邊也是講到說 因為它那個 它那個Function 有支援Covering 所以說 你也可以把你的 那個Tier 直接 送到 Map 這個 韓式裡面 它是這個意思 那這邊是一個例子 這邊就是直接看那個Layout的意思 那這邊Layout就是說 你可以把複數的Layout組合起來 比如說你先 生成那個ABCD 然後你把它這個槌子擺起來 這X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你有那個Y的部分 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透過HBox把XY的水平擺在一起 像這樣 那基本上它那些Layout好像是 都是透過Flexbox的方式來做排版 這邊 有看到就是它會 它給的這些class都是有那個Flex這邊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滑鼠值的地方 那詳細這些Layout的內容就是都可以上它的官方網站上面看一些說明 然後這邊是就是講到說那個互動性的部分 那互動性的話可以看到這邊是有就使用那個Reactive了 然後你這個Reactive的話呢 你就是說我可以在這頁面上跟它的Widget做互動 然後互動完之後呢 這個紙就馬上去推 推動說這個 這個Component的刷新這樣 那來看Code的話 這邊是透過Signal這個東西來達成的 然後剛才的那個滑動的組件是Slider 這樣子 然後你把這Slider的值能送到這個Iterations 然後 然後這Iterations就是再把這個 丟進來 來這樣 所以就是剛才看到這邊的五個這個大概念 大概就是透過剛才的幾個CodeSignal就是做一點展示 那除此之外它還可以做一些還可以畫一些比較複雜一點的東西 像比如說 我可以畫出一個表單 表單 這樣子 然後 應該繼續 繼續沒關係 走快一點 或者是那個Latex 這樣子 然後 或者比較互動性長一點的 你可以拿來一些彩地來 不好意思等一下 彩地來 然後 然後 對 也是秀 秀一些那個 不要這個 這種 這種 東西 那我想 這 秀扣的秀 秀一秀大概就是 這樣 就 出街 就先這樣 不過呢 醫學它有幾個比較 非常嚴重的坑 對 知道給大家看過前面這些電話之後才講 這坑會不會有影響 不能打 那 這個醫學呢 它現在只能在B0.4上運作的會比較沒有太多的問題 那 那現在在Julia已經到0.5以後了 那如果你去載那個Julia Pro啊 它帶的就是0.5版 所以如果你要 試醫學的話 你要去用0.4版的Julia 會比較好測一點 那 這邊可能秀一下說要怎麼弄 就是你打Julia進來的時候呢 你這邊可以看到你的版本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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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安裝Pro版的話 它 預設的那個 Julia的 位置 會放在 現在看到的地方 那 像我剛才就是把那個0.5版的就link起來了 那 這邊就是會用到0.5版的Julia 那 那 那 這時候如果說我在這邊的那個 放鬆 沒反應 沒反應 好吧 那因為時間也 也有點趕 那就先跳過 總之就是 如果說你想要嘗試在 Julia 0.5去執行的 醫學的話 會遇到問題 那假設說你想要用 Julia Pro的ID 然後你把ID改成 0.4版 想要說 想說這樣可能會比較方便一點 但是也是會有問題 因為 Julia要0.5版以後才能夠有那個 一個 一個 Message 去把它的CR輸出 打到這個 Atom這邊的頁面 讓你好看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能就會出現 它就會爆錯 時間關係 我就不特別 秀這個問題 所以 有興趣可以回去看一下 那 因為 他 Essue其實平常心講 它是很好用的 但是 目前有問題 就是它是卡在 還是只能在0.4版上 比較好用 那0.5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那 這個原作者 他有在那個 issue上面就有列出說 他目前卡到的問題是這幾個 在這邊 這裡 There are a couple of issues blocking a release for Julia V0.5 176跟190 那這兩個問題是什麼問題 就是 這樣子 跟 這樣子 所以如果有人就是有興趣的話 可以嘗試去做貢獻 這樣 那 另外呢 就是 據 一樣那個作者說 呢 他對那個issue的定位 好像 也是有一些 比較 比較 不一樣的看法 就是 就是他會覺得說 他會希望issue 他能夠被Inbade在I Julia上面 那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I Julia是什麼 它就是有點像iPython 到做給 只是把它改成 Julia版本 那因為我issue 啟動起來 它變成是一樣 你要 然後 在一個Po 用瀏覽器去連到某個Po號才行 那 就 跟IG 其實目前還沒有辦法直接 在上面看他的狀況 所以 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 因為他也在考慮說 把issue的拆成比較小的時間 那 這部分也是大家有興趣可以做 貢獻的地方 那 我大概簡單介紹一下醫學到這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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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些問題 有人在聊天室有問題 哦 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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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喂喂喂 那還有什麼 問題 好 看到了 那做這個 issure的作者 他還有另一個是叫做 他還有另一個東西 叫做 interact.jl 那他這個東西呢 就是很適合在 那個ipython notebook上面 就是測試 interactive 他就是專門 for ijulia的東西 就是 就是他有個 manipulate 這個東西呢可以讓你 很方便的做一些 就是他會很方便的 就是幫你生成一些Vg的互動 然後呢也是透過 react.jl 來達到說 依據數據更新 而達到一些其他 就是他主線的 就是這樣 只是稍微提一下 那 時間好像快沒了 那就先這樣 那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到也 到今天 那個 是